這裡呢我們直接利用現有的這個一個現場案子呢 直接來調整剛剛這個視頻控制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在這個地方我們如果要對這個圖形做平移 按住中間滾輪我們可以對它做平移 當然我們也可以中間滾輪往外縮放 跑到我們的視窗的外面來觀察這個模型的外觀 那我們今天如果要切換到這個房子裡面去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這個裡面是已經有加設攝影機 所以我們可以從CAMERA進到CAMERA1 這就進到CAMERA視窗裡面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再切回透視圖 比如說我今天要對上面的這個書籍編輯材質 我可以選擇我的書籍直接做放大到選定物件 也可以四個視窗放大到選定物件 是不是這樣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切換到想要的物質 那當然可以全景 四個視窗做一個什麼全景 我要切換到攝影機角度 直接切換到CAMERA 直接到CAMERA吸 這樣變得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樣子開始去調整 剛剛做到的旋轉視頭角度 那我們很多學生最容易犯錯的是其他的視窗 他也對他旋轉角度了 那他也旋轉了 他也被他轉亂掉了 那這裡也被他轉亂掉了 這樣就麻煩大了 所以這個視窗的快速鍵 TOP 他是T 可以快速回到TOP 那這是Front 你可以按鍵盤的F 快速的切到Front 這是左側視窗 我們選LIFT 按L 可以快速的切換回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製作了 當然這邊也特別要強調一個方法 像我們現在四個視窗在工作 其實是 對顯示卡來講壓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在一個視窗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電腦可以做比較多的動作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直接切換F 直接切到Front 也可以切到LIFT 那你回TOP 並不是說我們每次都需要直接來到右下角 然後直接做一個切換 然後再去切換到另外一個窗格 然後再做一個視窗的放大 這樣子太辛苦了 而且比較浪費時間 所以說我們可以直接在這裡做T F L 的切換 這樣是方便多了 如果你的電腦沒辦法處理這些圖形的大量的多邊形 那我們會盡量 以單一一個窗格來工作 LTW 全螢幕 單一一個窗格來工作 這樣子可以減少顯示卡 各方面的壓力 這樣子我們在不需要添加新設備的情況下 也可以揮製比較大量的多邊形 當然 有些時候 像你現在看到這次沙發椅 它可能是佔掉我們最多點線面的東西 我們還可以直接在Display上 直接這邊告訴它說 直接DisplaySbox 那它就是屬於一個核子狀態的 它也是S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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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處就是我們在視窗上 可見的點線面就減少了 但是這個不會影響到我們的Render 在Render的過程中並沒有差異 只是在工作窗格上它變成了一個核子 這樣子我們整個工作上就變得方便多了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大量的直接選取 把這個DisplaySbox的東西取消掉 那全部就完全恢復了 這樣就比較方便 我們在操作模型上 要大量的反覆的使用這類型的工具 這樣對我們的建構模型的速度呢 才會提升 那這些快速鍵呢 一開始你要慢慢的去適應 我們剛有做這些 按中間滾輪平移啦 中間滾輪的滾動縮放啦 LTW全螢幕 或四個視窗的切換 或者是選擇Top Front Lift 之間的切換 Front F Lift L 透視圖P Camera角度C 都是很方便的 那這個Hireframe的顯示方式 對我們來講是更輕鬆了更方便了 我們的顯示卡在這裡 就可以工作上比較順暢一點 但是建議還是最好有獨立的顯示卡 這樣工作起來呢 才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嗎 OK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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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